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给大家报告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美国撤销了引渡要求 就是说孟晚舟最快今天就可以获释 也许大家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她已经获释了 据路透社9月24日报道 美国司法部周五达成协议 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返回中国扫清的道路 以换取在违反制裁案件中 承认所谓一些不法行为 此举能让他离开加拿大 并缓解中美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然也缓解中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时间调回2018年12月 也就是大概三年前 孟晚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国际机场转机的时候 根据美国逮捕令被加拿大逮捕 至此她一直被家方软禁在加拿大 温哥华她家的豪宅当中 带着电子脚料 全天候受到监控 这是美国在全世界实行长臂管辖 针对中国公民又以恶劣的压坝事件 她将被盯在美国对外关系时的耻辱柱上 中国人应当铭记 路透社报道称 美国已与孟晚舟达成延期起诉协议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该协议仅与孟晚舟有关 美国仍对华为公司提出指控 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举行的听证会上 孟晚舟她是从加拿大参加听证的 美国助理检察官大卫凯斯勒表示 如果她遵守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 美国政府将撤销对她的指控 她补充说 孟晚舟将通过个人担保获释 美国计划撤回对加拿大的引渡请求 除了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外 该协议还可以为释放两名加拿大人铺平道路 至少这是从美方还是从家方 这个角度来考虑 加拿大所谓的商人叫麦克斯帕沃尔 还有前加拿大外交官也叫麦克尔 但是他有个中文名叫康明凯 因间谍罪被中方逮捕 并对斯帕沃尔判了11年的有期徒刑 孟晚舟的律师表示 她对这个协议非常满意 并补充说现在她将可以自由回家与家人团聚 同时华为被美方指控经营犯罪企业 窃取商业机密 还有欺诈金融机构 但是华为不认罪 孟晚舟在温哥华的引渡案的司法听证会 其实已经于上个月就8月份就结束了 裁决日期定于下个月10月21日 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的结果 而是决定于10月21号 举行会议商定宣布判决结果的日期 今天上午 华为加拿大对此事做出声明称 从一开始 华为就对孟晚舟的清白充满信心 并且信任加拿大的司法体系 因此华为一直支持孟女士寻求正义和自由 今天我们依旧坚持这一立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本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是表示 事实早已充分证明 孟晚舟事件就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 美方对孟晚舟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 就连美方指控被欺诈的汇丰银行也出具文件 证明孟晚舟并没有欺诈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 逮捕令和引渡要求 加方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女士 并让她尽快平安的回到祖国 现在你看美方她撤销了引渡要求 将到大方面她的裁决 显而易见 就是说加方不会引渡孟晚舟给美国 此案已经成为中国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 之间动荡关系 处于几十年来最低水平的象征 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当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尤其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你看逮捕另一个大国的公民 让国际正义力量解读为外交绑架 同时也让美国的马前卒加拿大 处于夹缝中的尴尬的位置 中加两国的关系也受损 加拿大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也使加拿大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 让更多人看清了 加拿大无非就是美国的什么看门狗 美国的傀儡而已 今天所谓的司法交易更凸显了 美国还有加拿大所谓的司法独立 其实就是个笑话 美加的司法就是为它正式服务的 美加两国骑虎难下 现在终于以这个理由撤销了引渡要求 也算是美国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今次美国纽约法院的判决 可能标志着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 华盛顿对北京的立场 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能采取更加和解的态度 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女士 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被拘留的人之一 另一位就是法国前奥尔斯通的高管皮耶鲁奇 他专门还写了一本书叫《美国陷阱》 来揭露美国这一卑鄙的行为 有意思的是对今天纽约地方法院的判决 中国境外的媒体就是西方的媒体 纷纷解读为中国方面可能会把孟晚舟 作为与加拿大讨价还价的筹码 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明 多次表明了孟晚舟是以莫须有的罪名 被逮捕的 非法逮捕的 因此不存在什么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 否则中国政府也不会让这个案子 拖了快三年时间 因为她被逮捕是2018年12月 对吧 现在是9月份了 已经是两年加9个月 我们现在都知道美国逮捕孟晚舟 其实是美国要弄死华为的其中一个步骤 美方的操作其实与当年逮捕 阿尔斯通前高管皮耶鲁奇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是 孟晚舟坚决不屈服于莫须有的罪名 而美方还有家方又拿不出有利的证据 原本美国她打的算盘是 她认为就戏重演 孟晚舟会像法国人一样乖乖认罪 以此可以狠狠地揣华为一脚 哪知道美方失算了 孟晚舟就是不认罪 最后在国际上搞得里外不适人 进退两难 孟晚舟从当时从美方来说 孟晚舟是香薄薄对吧 最后一下子称了 美国还有加拿大的两国的烫手山芋 我们还记得9月9号就是前几天 拜登主动给习近平通电话 我估计拜登向习主席做了某种承诺 然后习主席顺水推舟 这个舟那就是孟晚舟 总之通过这件事情 让我们看清了某国恶霸与流氓强盗的本质 孟晚舟重新获得自由 既是孟晚舟的胜利 也是华为还有中国人的胜利 视想下如果孟晚舟背后是一个弱小的国家 而不是中国这强大的国家 她的命运也许完全不一样 总之今天的结果在我的预料当中 因为9月11日那天节目 我就说过了孟晚舟应该会获释 孟晚舟的事绝非单单法律上的事 更是一起外交上的政治绑架 乐观估计的话 孟晚舟事件通过双方谈判 会有一个双方比较满意的结果 即美方有台阶可以下 孟晚舟无罪释放 重返中国 说真的我现在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天太迟了 正义也来得太迟了 不过释放了孟晚舟重新获得的自由 对她来说总是一件好事对吧 对中国人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些事情不仅是孟晚舟的胜利 也是华为的胜利 同时也是中国的胜利 好了 各位网友你们怎么看呢 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